大家好 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 今天我来开箱的是布鲁克基木人 在本月全新推出的圣斗士星矢系列的新品 三款黄金圣斗士 白羊座木 狮子座埃欧莉亚 和天蝎座米罗 三款同属于一个叫做超越版的系列 比例大概是1比12 首先展示一下外包装 三款使用统一的设计 正面是玩具的图片 和一些名称以及logo元素 两侧分别是人物的站立图 还有展现出技能的pose图 和重要的配件展示 顶部也是玩具的特写图片 封底融合了漫画液作为背景 也显示了这个系列是以漫画为原型来设计的 还可以看到拼装板件和其他的一些图片展示 因为布鲁克基木人是需要拼装的 再加上三款黄金 无论是零件配置 还是拼装步骤都极其相似 所以我就以白羊座为例 快速的展示一下拼装过程 其他两款我们之后直接看成品就好 如果三款的拼装过程都演示 可能就太过浪费时间了 OK首先看一下白羊座的内容物 一共有六包零件和一本说明书 板件标注的非常清楚 和说明书对照 按顺序拼装就可以 唯一可能需要说明就是 这一包装了各种关节和杂七杂八的配件 所以拼装时遇到没有标号的零件 在这里找就对了 另外预购所增送的披风是另外分装的 不在包装盒里 根据介绍这款的板件都是无序工具 手指按压就可以取下来的 下面直接快速展示一下组装过程吧 裡面的表面对照 跟用地理想表现 得到非常清楚 组装出现了 这一边是一根大约的 但是在这边是一块 这边要预购的 成绩的独装 等路上 在这里 画一盒 看一看 成绩的独装 看看 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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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把头部装上去以后呢 白羊做木就拼装完成了 当然如果你想要换成免罐的造型呢 也很方便了 总结一下过程 我第一次组装狮子座的时候呢 完成人形啊 差不多用了40分钟左右 第二次组装天蝎 稍微熟练了以后呢 就只花了不到25分钟 就组装过程来说呢 三款啊 我都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无论是说明书的介绍还是零件的贴合度呢 都很有助于这个安装 零件的分色和说明书印的颜色一致 也可以很快的在一堆零件中啊 找到所需要的 可能是我拼装玩具玩的少啊 没见过市面的原因吧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 真的很不错 不过有一点呢 换手型的时候呢 腕关节经常会和手型一起拔出来 想要把它们分开呢 非常非常的麻烦啊 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啊 每款的这个腕关节呢 都会多附带一个 但是还是不够 反正手型也不算特别多啊 如果能给每一个手型呢 都配一个关节就最好了 如果你遇到这个拔不出来的问题呢 我推荐用剪指甲刀来拔 卡住球形关节给它蹬出来呢 就可以了 配件方面 白羊座有三对手型 分别是握拳手 五毛挡和雅典浪的金碳手型 还有一串沙家的念珠 材质呢 是比较软的塑料 面雕有两种 一个是平静脸 还有一个是怒猴脸 平静脸的还原度呢 还是挺不错的 比怒猴脸要好不少 这个系列的整个设计呢 还是比较偏向模式化的这个流水线产品 拿狮子和天蝎的怒猴脸呢 放在一体对比呢 就可以看出啊 尽管细节不同 但是神态相当的接近 嘴部的刻画方式呢 也几乎一样啊 这一点呢 可能对习惯了声音神话的玩家啊 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狮子座爱欧利亚的手型和白羊座的配置完全一样啊 也是握拳 五毛挡和AE手型 这款附带的是闪电光速拳的这个特效件 本身是透明的硬塑料材质 使用方式呢 就是套在手腕关节上就可以了 虽然造型简单的 但是是效果很不错的一个配件 面条方面 爱欧利亚呢 也是一个平静表情 一个幕后表情 大家觉得这一款的面条还原度如何呢 天蝎座的手型呢 除了和另外两款一样的三对以外呢 还有一个单独的星红独针的手型 有红芝加的细节 和它搭配的特效件呢 只要插在直头上就可以了 同样也是简单实用的一款 米罗的面雕有两种 一个是带笑意的脸型 另一个呢是怒吼脸 我比较喜欢这个笑意脸啊 是这几款面雕里呢 比较有特点的 多少呢 能体现出角色的个性 另外虽然米罗是长发 但是他的头发没有任何关节 这一款的头发材质呢 都是非常非常硬的塑料 几乎无法编写 除了本体以外 三款呢 都各附带一个地台 造型完全一样 组装方式呢 也可以给大家快速展示一下 我个人觉得地台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配件啊 不仅可以搭配玩具非常的合适啊 想给其他的圣斗士玩具使用呢 应该呢也没有问题 配件部分最后看一下预定所附送的披风 三款的规格都是一样的 布置材料 边缘有金属线可以帮助塑形 上面呢有一个孔啊 安装的话呢 使用背甲把它卡进身体里就可以了 造型方面我能感觉到啊 设计者呢 还是想还原黄金上都是宽大披风的感觉 所以从背后看呢 还真的挺有感觉的 有不错的还原度 但是这个几乎是直角三角形的这个形状的披风啊 正面看了就会显得两侧的面积太大了 即便是把披风折回来 仍然是呢 有些许的怪异感 OK 配件全部看完 我们最后呢 看一下玩具的素质和可动 当组好成品以后呢 我突然有种感觉啊 这款造型除了参考了老车的漫画版以外呢 似乎呢 还有3D动画版的这个圣斗士星石的影子 人物从脸部到身材比原著的人设呢 要更幼年一些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啊 因为是漫画版 圣衣的花纹呢 自然是更加的复杂 配色也是漫画版 基本没有分色 可能为了搭配金属感的漆面的关系吧 金色的部分呢 选用比较柔和的质感 少了一种金光溢溢的辉煌感 多了一些典雅的气质 虽然圣衣尽量靠近金属质感啊 但是玩具实际上手呢 轻飘飘的手感 立刻会把人拉回到现实当中 单主体一个40克 几乎不压手 虽然玩具站立性还不错啊 但是因为质量太轻 缺乏重心 轻轻一碰呢 容易倒腐 所以有个支架呢 还是挺重要的 可能对于大佬来说不成问题啊 但是像我这样只会粗暴的手掰零件的人来说呢 零件上的水口呢 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在各种地方 和金色的漆面的反差导致了这些水口呢 稍微瞅一眼的都是比较明显的 水口多是不是拼装类玩具 无法逃脱的宿命呢 另外还有一点啊 戴上面罩一段时间以后呢 面雕上有蹭漆的现象 长期战施的话呢 需要注意 可动方面 白羊的头盔发型啊 是唯一一个有关节的头发 但是属于比较暴力的关节 只考虑的可动 基本上是没考虑外形 低头可以达到45度 仰头几乎做不了 左右歪头呢 都有一定的角度 头部可以向两个方向各旋转20度左右 这款的头部活动小呢 主要还是发型阻碍 短泛的爱欧利亚呢 就可以360度旋转头部 白羊头的仰角呢 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 手臂侧平举可以超过水平线 上举受到肩甲的阻碍啊 无法垂直于地面 前品举受到胸甲阻挡 极限差不多就是视频里这样 胸甲越小的角色呢 可动范围呢 会更好一点 手臂在大臂处可以自由旋转 小臂甲的外层呢 由于是卡在上面的 所以呢 也可以转动 手肘弯曲可以达到130度以上 胸腹关节可以转动一周 在各个方向上呢 都可以略微活动 腰部同样可以旋转一周 相较起来呢 腰部比胸腹关节呢 要紧很多 我感觉上半身的动作呢 主要还是要依靠胸腹关节来实现 裙甲的四个分件 抬高的极限呢 差不多就是视频中这样 髋关节正梯几乎可以达到90度 腿向斜后方向拉呢 也是90度 横踩几乎可以达到180度 髋关节可以下拉 不同高度的黄巾呢 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身高调节 膝关节可以对折 幅度非常的大 踝关节采用伤口关节和球形关节复合的设计 可以上下转动 阶梯性也还可以 前两掌可以抬高 差不多90度 擺完之后呢 大部分关节的紧实度都不错啊 阻尼杆相对比较小的呢 还是胸腹关节 另外 作为拼装玩具呢 虽然关节很紧啊 但是身体零件肯定是比SHF那种呢 更容易脱出 打完的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 三款首批的超越版圣斗士体验下来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市面上可动圣斗士选择太少的情况下 以这个发售价格 甚至更低的价格入手啊 对于圣斗士的粉丝来说呢 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相对于我们熟悉声音神话以展示为主的特点呢 布鲁克吉姆人呢 则更侧重于把玩功能啊 也是可以满足有这部分需要的玩家 不仅好掰 而且呢 不心疼 主要的问题呢 我前面也提到了 一个就是手型关节替换麻烦 还有一个个人觉得就是水口不休的话呢 还是偏多 另外就是面雕种类稍少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呢 我最大的愿望啊 就是在保证水准的情况下 布鲁克可以尽量在这个比例上多出角色 毕竟玩圣斗士的玩家们都懂啊 没有什么比共鸣更吸引我们的了 对吗 OK 以上就是本期开箱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你也喜欢圣斗士呢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